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着荷兰的姚杰 其实姚杰也是前中学球手 结果姚杰这位老将 也能够顺利赢了这个保加利亚球手 另外印尼的费达沙利 定不过主场之利的丹麦球手 天尼拉斯姆臣 看天尼拉斯姆臣 相完之后 其实也鲜有打入四强的位置 看今次可不可以更进一步 其实四个球手应该实力上 不相伯众 看看临场的发挥是谁可能会好些 回到现场见到黄沙维、黄意涵 在全运会方面可能是失望一点 现在就是希望放在国际赛 对着港南榮李子 也这场四强赛事 其实是日本公开赛的翻版 当时黄意涵又是对着港南榮李子 苦战三角 用了一个小时4分钟 才能够解决这位日本对手 当时的局数是18比21 21比12和21比9 这个港南榮李子 在日本公开赛的感觉 是相当硬的 不知这种硬 不在日本打了 来到这边丹麥 会不会一样表现出来 日本球手真的一向 一直以来 他仅是有一两个出色的铝丹 也有差不多 当然他们的成绩路都不及中国队 但是中国的女单球手 又不可以少看他们 就是撞到 很多时都要苦战 在镜头左上方的港南榮李子 在这个四强赛事来说 排名是世界最低的 其实世界排名41 以日本的女单球手来说 他都不及得后藤爱 后藤爱就是这个赛事的爆种子 但是在上一圈已经输了 是一路种子的王尔咸 比赛开始了 后藤爱好像一来有些 不是差那么紧 好轻率地打出界了 王尔咸现时世界排名第三 在排名上就叫不及王林那么高 王林就刚赢了传闻会 可能体能都未恢复过来 就没有选择过来 过来这边衛免女单的冠军 暂时世界排名第二 仍然都是香港的周密 世界排名第四 就是下线的 女球手的天尼拉斯姆神 可惜天尼拉斯姆神 今年年初一路都受了伤患影响了她 到现时就一路都未打出自己最高的水平 天尼拉斯姆神 相居 现时中国女单真的 几个球手 就看状态 就是她的状态好 可以 有其中一位球手连络两站 三站有这样的能力 狀态不好 可能只剩下多少 就被她的图友追上来 1 3 王儀鹹今年都代了很多冠軍 雖然全輪會有些失望 三個超級賽賽冠軍 另外為國家隊團體賽獲得冠軍 全輪會比較難猜 我還是偏向看好王儀鹹 因為看今年的表現 看他發揮的心理 他能力很強 連續作戰幾場球或幾天的措施 他能夠保持他的體能 就像張玲所說 打單打都是能力先 在全運會我覺得在這方面稍為好些 但你說要看到誰有特別大機會 就比較難 因為這次全運會上網看 也有看到全運會的賽事 其實知道 因為全運會 全運會的球手 每個人都很適合 包括在決賽中看到黃林 黃色鹹 各方幾個球手 大部分的狀態都相當好 而且自己人對自己人的心情又不同 也沒有那麼大壓力 還有最多的 他的高调都是打快拉快调控住对手 唐大明理智主要是靠跑,靠多拍 一路挖住对方的进攻 比分方面是5比3 6比3 想起来一些变化 看见郭乃榮,你自己的右脚都拉得紧 黏着胶布 现在发觉是很有用的东西 这些弹性的胶布 对于运动员的徒劳性的损伤 真的有帮助 特别是失患 或者是大腿 可以借多压力 明智主一定要打快速和打稳 一路打稳跑 打牙多拍 本身个人条件上已经有限制 身材也没有,对手这么高大 速度上就不及对手 一定要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优点才可以 令对手压力大 就是多拍能力强 好看 5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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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球手 活力最好就是 上线的两个 下线 两位老将 姚杰对着天妮拉斯姆臣 6 6 5 5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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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 一路逼到對手回到一個半場的高球 7-6 7-6 暫時在頭部局都是打的速度 大家鬥的速度 應該王二咸都會更好一點 多一點主動的機會 除了王二咸比他的速度快 他的移動快之外 他的技術都比港南美智 如果有主動的往前 他的出手是可以一路抓住對手 一路控制對手來打 真厲害 然後體能 其實這位球手出道了很久 身材有時候 雖然比較小 但他移動速度一樣可以彌補到他的身材 特別是身材矮的人 最怕被人壓底線 特別是女單壓後長高球 兩邊打過度球 真正力量不足 容易被動 過度的難度比較差 這類型的球員 比一般的球員更快 比其他球員更快 因為場上打單打 你場上步法快 是可以彌補到力量的不足 即是如果你手上的力量差 殺球的力量不夠強 或者後場被人打到被動 打高球回不到 你的步法快可以幫助到 剛才廣南美智開球出界 其實是出了一個科位 王二咸都可以決定不拿 可以盾到 這個頑皮 9-8 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球 是自己想多了 可以挑 他很猶豫 動作想挑 到最後他才收 結果就掌握不到力量 他說踢掉的對角 他已經打失了 反而廣南美智都想主動的球 就自己打失了 王二咸就 看傳聞會中 這麼重要的賽事 就 輸了球 不知道會不會 就是 我會覺得 會有少許影響 影響他 跟著剛剛這麼快 來打出今後來賽 影響了 還是他的心情 還沒有 感覺到那麼好 是 偶爾 對決,萬物錯過 澳門威尼斯人網球 真發佔,不定的狗 星期日下,現在Sport6,現場直播 I2送你小貼士 女兒終於懂得自己收拾玩具 怎麼了?女兒 我全部都不要了 真的? 我有I2就夠了 I2的益智錄園 有齊迪士尼童話細聽 Move,中英兒歌 IQ題等多樣有趣娛樂 想你的小朋友都這麼開心 即打申請熱線 2888、1888 獲到電信營科專門店親身體驗 9比11 郭賴榮,你自己追上一分 郭賴榮,李梓就想打得主動一點 好像休息回來 郭賴榮,李梓就想打得主動一點 對,出來了 這兩個球手,現在 他選擇的打法都不是很大差距 都是不會放慢的速度 稍微消極他那種打四方球 大家都沒有讓步 大家都是靠他希望搶到速度 搶到多些主動的高點 我拍照 再給我拍照 我拍照 這分就舒服一點 因為兩個底線都是不夠好的 剛才明明知道 都接不回底線 是這個獎頒的追身 10、13 10比13 很漂亮 嘩 好漂亮 還要推回這麼深的對角才追不到 非常漂亮 這個對角 反手 王二涵 反手勾對角特別順手 非常好手感 這個位置 好漂亮 真的判斷得準 特地不拿 之前雅琪的底線 說明明知道 知道自己的球不夠 然後拉不開 立即打個後一點 出界 分數拉開了 15比10 就這樣拉高頭 壓底線不怕你 王二涵 因為已經可以 保有耐性 因為他上網快 後場又給你大力 打壓不過幕 16比10 小可 王二涵 贏得來 就沒什麼叫 沒什麼氣勢 沒精打采 好像 可能都是 因為 太容易 贏得 不是很辛苦 激烈那種贏回來 暫時覺得 好像不是太大壓力 對手是快速度 不過 看到他這幾分球 真的可以輕鬆 應付 一直拉 拉 反而對手 不夠耐性 你看到 廣南平斯很努力 很盡力 不斷找機會 王二涵 王二涵 也覺得 這個球能不能出界 他又沒有什麼抗議 看回慢鏡 打落第二一下 應該是壓線的 11比16 其實就是王二涵的形勢 跟藍丹、岑龍都一樣 大家都是孤軍作戰 其實 國家隊的球手 這次 在單打賽事方面 都叫 小可地 派這麼少人出來 不過 少人都好 王二涵可能一個都夠殺 這個球 應該也是 看好王二涵 17-11 始終各個都是 全運會幾乎是 重視程度是 短視於奧運 因為他們 中國球手打全運 打完是會 就是 成績會影響到 代表他們的散 整個散分 他們的地位 體育的成就 還有 一個 就是 跟著 對國家的 別點 各方面的資源 都會有影響 再加上 四年一次 超級排列賽 一年的十二斬 沒錯沒錯 相比起 那個 重要性 對國家隊球手來說 就可能有少許差別 好 看得很漂亮 18-12 男丹和女丹 國內派球手出來 我們的感覺不同 你一派男丹 打一個男丹 我們覺得 穩陣了 機會高 反過來 不派他 就覺得派誰 無論是爆春來 或陳金 都真的 可能行可能不行 沒錯 女丹又不同 即使 誰不出來 不要緊 還有另一個 所以沒辦法 中國的女丹 仍然超級了 現在這個 球壇裏面 而且超級的 很重要 即使現在 就是 世界前列的 非國家隊球手 很多都是 國家隊 以前的 一二隊球員 好像 四強之中 荷蘭的姚潔 或者 世界排名前 五位 1913 或者 對她的 徐懷文 還有 香港 王臣 周密 都是前 國家隊球手 現時都是世界排名十大 王臣是第十 周密 排第二 不過近年 已經算 沒有那麼離譜 其他國家 都多了一些強手 好像 王妙珠 或者香港的葉佩賢 或者是 尼華 這些 就是 白板醞釀了 出了一些好的球手 出來 再做多幾年 之前 基本上是一個斷層 其他國家 是 張凱麗 和馬丁之後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人 可以 跟中國隊 抗衡到的 如果 就算 很快 王妙珠 先拿第一局 王lerini 我們 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